好 剛才可以說了在這個法案上面 像是科政委員就說了 像是剛剛提到聽證權了 藐視法律權有共識 復婚期就提出了國會特徵組 就是讓聽證權 調查權 以及不得藐視國會入法 立院行使人事同意權 也必須要公開記名 好 結果現在吳思瑤就來批評了 要在國會設立特徵組 就是在立院設小東廠 未來可以私設行堂不聽話的官員 就能夠來入罪 並且無限擴大自己的權力 侯孟凱文表示 過去行政權獨大 立法院權力遭剝奪 不管是聽證權 調查權 都是要做到立法院跟行政院的平衡 強哥 首先我覺得吳思瑤是在 他不知道是故意不懂法律 還是裝作不懂法律 還是真的不懂法律 那事實上 這個有關於所謂的 國會的聽證調查 甚至藐視國會罪 到最後這個判決 就是要去裁判 是法院 是司法機關 所以換言之 怎麼去入人於罪呢 那更重要的是 事實上國會聽證調查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最大的問題 他常見忘嘛 你在2016年的時候 你自己就提出國會聽證調查的改革 只是說你執政你多數了 你要自甘變成立法科 人家說立法局 我都覺得台舉人民進黨 民進黨 現在每個立法委員就是真的是科員 什麼叫科員就只聽科建民的話 就立法科就是完全都是 每個都是所謂的那個科立委 就是科員就聽科總召的話 那你在國會的一個狀況你就發現說 這個一個行政院長面對立法委員質詢的時候 他可以去嗆人家沒更小 然後比大聲 我不會輸給你 然後你天天就看他到處在嗆人 然後在國會上面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也經常是說謊不負責任 那我問各位那立法院廢了算了吧 掉資料也掉不到對不對 然後呢 要什麼沒什麼 要什麼沒什麼 監督也沒辦法監督 那我請問你這立法院幹什麼 直接改制啊 台灣就不要什麼五權分立 單一權就好了 行政權就好了嘛 所有立法院的所有的那個立法委員 把那職缺釋放出來 全部變公務員 然後就是聽行政院長一聲號令啊 我就下令說我今天要過什麼 反正就過要不要這樣搞 所以換言之你要讓立法院有功能 他職能能夠發揮 你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得要讓行政官員尊重國會啊 那你怕什麼 你今天只要你上 你上台你誠實正言 然後你願意尊重國會 然後回答問題 你擔心什麼 你擔心什麼 而且我還是再次強調啊 這是藍綠白的共識 所以事實上藍綠白 都是主張國會聽證調查 那比方說我們再拉到前面那個題目 就是說基本上我覺得 昭偉當然有排法案的一個權力 所以基本上昭偉很重要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次的國會 我倒是認為說今天有沒有昭偉 也跟以前國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嘛 今天你說像民眾黨提出國會聽證調查 國民黨同意啊 那請問你敢不排成嗎 你在哪些昭偉敢不排成嗎 你當然要排成啊 因為這是攸關台灣民眾民主 我們鞏固制衡的一個重大法案 所以換言之為什麼剛剛講 柯智恩講說 有預浮國立民的法案 基本上就會自動的合作 甚至大家都在要去競爭 誰能夠提出更好優質有利 以及改革的法案 來去爭取民眾的認同 一旦你拿的法案基本上 是人民認同的 我不管你是最後是藍的招尾 綠的招尾還是白的招尾 你都得排進去來去審優先來審查 所以因此回頭來看就是說 我覺得啦 所謂的藍白綠白藍綠白的問題 在這個國會裡面 這次是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也不要先很快的先劃定說 到底是界限在哪裡 或是隔閡在哪裡 應該來看就是說 實質看實質的法案 大家的共識是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 你看國會聽證調查 在這一波 當然其實以前就很多論述了 可是在這一波 國會改革提案當中 確實是黃國昌第一個提的 可是你看國民黨 有因為是黃國昌提的 就說你黃國昌提的 我不要我不要 沒有啊 國民黨也就接招了 我那時候在 我就講立法院座談會的時候 我就直接說說 對的一個提案 大方接招 然後加碼嘛 像他講國會聽證調查 我們接下來我們的黨版的出來的改革方案 就加上了說記名投票 以及包括這個總統到國會國情報告的常態化 那你如果民眾黨你要表現更好 你再加上去啊 我們加二你加三啊 所以就跌上去 那重點跌的東西你不能亂跌嘛 你要跌出一個有道理的東西 那最後講國會的所謂的特徵組跟國會的聽證調查 是兩件事情 那特徵組講的是我們的司法改革的項目之一 那國會聽證調查是所謂國會改革的項目之一 這兩個其實是不一樣兩個議題 但是國會基本上我們現在司法的部分 為什麼特徵組 因為說實在話我們現在司法真的是 尤其檢調系檢察官的系統 在過去這段時間讓我們表現是非常失望的 你就拿徐曉青的案子來說嘛 二十元的壽命檢察官大張旗鼓去辦他 可是賴清澤直接在台上說 他便當是一百塊錢 你檢察官都沒聽到 可以啊 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發現檢察官 在民進黨這八年的所謂的那個巡話之下 已經變成民進黨的一個所謂的劍跟盾嘛 他今天要攻擊在野黨的時候 檢察官就出竅 佛曉出擊啊 你看多少次檢察官在選舉的時候 扮演民進黨的劍 保健的角色出去衝鋒 然後去突穿 所謂的去攻擊在野黨 但是一模一樣是更嚴重的情形 發生到執政黨的時候 檢察官就消失了 就是你就他就變成 反而變成一面盾牌 偵查不公開啊 然後我們這慢慢辦啊 我們這個現在證據不充分啊 就互助了今天這個執政者 為什麼今天要成立特徵組 就是希望有一個獨立的 來去監督 尤其是高官貪腐的一個獨立的機關 那這個獨立機關機制要怎麼講 我們覺得可以來討論 像明天其實國民黨就要 開記者會來談這個改革方案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家相互堆疊改革 百花齊放的時代 我倒是還蠻正面看待 這是三黨不過半的國會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可以看見if